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公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两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依太 这位是 大家好我是崔浩泽郑立新牧师 崔浩泽郑立新牧师再次来到我们中间 其实这次郑牧师真的来到加州的这个行程 我们都有看到有很多这个群里面转出来 然后都感觉说啊 真的一个人在这么短时间内可以做那么多的事吗 真的实在是太忙了 然后追星哦 每次看到他在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对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恩 我也相信是神给我们留住这样一个时间 让我们真的可以请到郑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上一次郑牧师来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 今天再次2023年看到郑牧师 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 那今天我们就来跟郑牧师一起来聊一聊啊 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有一个牧者之间的 郑牧师有给我们一些教导 非常非常的棒 整个也从早上开始 然后一直到中午午餐的时间 整个一个上午我们在记笔记 感觉真的学到了非常非常多 谢谢你牧师 谢谢大家 我真的好像在做梦一样 我会想到说今天会有这样的成果 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都觉得好像在做梦一样 我们在做这个事工也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而且是真的是一开始是没有任何方向的 但是就觉得说神啊我要为你做事情 神啊我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神啊这个价值观实在是太败坏了 我想要做什么 我们只是抱着这一个信念出去 然后结果到现在我们已经隔了三年了 然后我们还活着 我也是 而且你知道我生病还差点真的被主接去 所以我还活着 不过你就看到说是神自己在工作 神自己在调兵前将 我看到你们的服事其实也给我很多的鼓励 因为我也是就是一个感动说我要吹好 我要讲 因为为什么都没有人讲 是不是 对 国王明明没有新意啊 为什么大家都是有新意呢 对 当没有人讲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说国王真的有新意 可是当有人敢讲没有被丢石头 慢慢大家就说原来国王是没有新意 所以我们彼此加油彼此努力 感谢主 对我觉得今天政务师应该也受到很多鼓励吧 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大概有将近80个左右的 就各个教会各个机构的牧者还有同工来 现在是真的在关注说圣经这个价值观 还有世界观这一块的事情 是不是有感觉到比较安慰 哇是的 真的我也就是觉得是神自己在做工了 我没想到说今年有第二次 我是第二次来南加了 那今年刚刚有三个教会邀请我 这个实在是比例非常高 那我自己也是甚于有一个感动说 因为连续有两个礼拜 其实也是我安排了 刚好说我也不想跑那么多次 就说如果这些教会邀请我 那我们就back to back连续 这样我这个礼拜就不要离开 那我想那不离开我要干嘛呢 我脸皮再厚一点说 我就跟这些牧者们说 我这个礼拜不走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愿意可以有这样的 一半天的这样的会 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结果真的很感谢主 这个洛杉矶东区牧者联导会 还有美西清晨六点钟 他们也非常热烈的支持 所以事情就这样成就了 这是神自己的作为 今天你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建议 然后方向 然后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勇气 特别是在翻转这个时代 还有为什么要翻转这个时代 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特别是在教育上面 我觉得你一直在focus在教育上面 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今天有说就是 20年后你今天这些8岁小孩 就是会去投票的 然后就是会去改变这个世代 他们20年之后就是要做炎跟光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继续来去支持这个样子的活动 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样子的信念继续传达下去 你可不可以重新一下你今天早上讲的 我想吹号者事工也就是有几个 第一个你就要警戒危险 让大家看到这个危险 那特别华人的教会 华人的父母 因为我们好像如果不太关注英文的事情 我们就不晓得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让大家看到危险 我相信这AI news这也做得非常好 你们花了很多精神在各个领域在催好 但是第一这样有了知道的危险以后 我们要怎么做 这是很重要 下一步 那其实呢 单单一起集结行动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让大家看到说不是只有你看见 不是少数人看到危险 很多人 今天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有七八十位 大多数都是教会的主任牧师 同工师母领袖传道 我想这个已经是空前的了 这样的集结也是让弟兄姐妹看到说 很多牧者也有同样的谈见 也有这样的知识 我觉得这个对弟兄姐妹影响力会很大 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第二个我们还有后续的一些培训的课程 还有很多就是一直要不断的不能送信 我们继续努力 对我来讲 我们做的这个节目 我们最难搅动的其实就是牧者方面的 因为牧者其实他们很忙 要没有时间 然后他们平常误会 然后要处理一堆乱七八糟人际关系的这个 在教会里面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时间来去看我们的新闻 或者什么的 我们要怎么样让教会更有勇气 然后让这些牧者更有这些报复 觉得说我要一起来拯救下一代 我要一起来拯救这些孩子 我们要怎么样一起 跟更多的牧者一起努力的来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好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吹号的事工想在这一方面来补足教会 我们不是讲一讲问题然后就再见了 而是能够来帮助装备父母主父母和教会 如何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 也是因为我20年前读到 Chuck Coulson他这本书 Now How Should We Live 中文的翻译文叫做世界观的故事 他在20年前把今天的问题都讲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就在发展这样的一套教材 有很快我们就会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帮助教会 来使用在主日学也好 或是礼拜五的团企 能够一起来学习这个课程 当我们收到装备以后 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打这个仗 就像军队你不能说 我有感动我要去打这个仗 然后你就马上送他出去 像现在俄罗斯这种 对你要先受到培训 所以我们想 我相信圣灵现在的工作就是说 很多人看到这个危险 好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培训 培训知道说这个敌人是谁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面临到这么大的问题 那感谢主呢 神在20年前感动Chuck Coulson 他那本书把今天的问题 用很好的条理 透过创造 堕落 救赎和复原 很系统的帮助我们理清我们面对的挑战 而且这么去回应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发展这样的教材 能够更多帮助弟兄姐妹 用英文的和中文的都能够一起来 大人小孩一起来学习 那从里面呢 他有提到很多的策略 那各个教会就可以看到 凭着圣灵的感动 来从哪里先着手 我相信这是一个 一步一步我们正在开始 反攻的大业 你常常说你在这个英文堂 卧底了20年 然后呢你遇到了这些年轻的牧师 然后这些年轻的牧师 其实很多已经被左派侵蚀了 对 然后你就讲到就是 儿童主日学的这个重要性 然后还有儿童主日学这些牧师 跟主任牧师这些关系 我们要怎么样确保 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的素质 我是更多希望说 我们这些圣经教导 就是要父母来做 教会的功能是要去装备父母 而不是取代父母 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 训练儿童主日学老师 可是这段一个小时 但是如果我们花更多的时间 去装备父母和主父母 他们每天都可以来做 这是我们事工的重点 我们是要去装备父母和主父母 因为你看整本圣经 教导孩子都是父母的责任 因为在教导的过程 父母也被复兴 父母也成长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是要帮助更多的父母 而且我们也不是说 你就只教自己的孩子 今天如果卫性主的进来 单亲妈妈进来 有更多其他的家庭 其他的父亲能够去 帮助他们 其实就是一个更自然的模式 而不是透过只是在教室里面的课程 对 我觉得谈到就是训练父母 装备父母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 现代这个社会里面 对吧 就是女人 今天也有讲到 就是女人 一听到说什么 你让我做全职家庭主妇 第一个事就要掀桌子了 凭什么呀 你瞧不起我 我跟我们家的男人 我比他还能干 我为什么不出去 所以现在人是很多时候 被工作 被世界上所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等等捆绑 他们不愿意去教导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是 像我们都知道 教会里面很少讲圣经的价值观 还有世界观这方面的事情 有很多大家认为非常敏感的话题 包括像是堕胎等等也好 或者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等等也好 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提 没有办法讲 只能就是我们强调说 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然后那个神的爱是什么 然后神是良善的荣美的等等 都是讲这些东西 通常很多教会讲的都是说什么 我们不要看手机 然后我们什么 很多教会是非常可怕的 那我从某一种角度 我也能够理解他们 为什么这样 因为其实有很多牧者 他们担心的角度是说 如果我一讲这些东西 人就生气了 那生气他们就不来 那不来会导致基本上几个原因 一个就说不来 那我奉献就少了 第二个就是他们怕 因为有些人真的非常非常软弱 他软弱的那个程度超乎想象 那他一听他生气 他可能就说 由于我这样传讲真理 于是我把人绊倒了 绊倒了他可能就远离神 那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那其实这个世界观的这个客人 就非常很重要 因为在帮助牧者如何来谈这些事情 因为20年前 当我在修这门课的时候 我就跟这个Chart Coulson 我那时候修网课 但不是Zoom 我们是用Text的 我就问他说 世界观课程这么重要 为什么神学院都不教呢 那他就很沮丧说 教会不想有改变 神学院也不想有改变 那感谢主呢 这一年来因为我这样的吹号 我有很多机会 在不同的神学院来上这个课程 我真的也很受激励 很多神学生 很多学生上这个课都非常火热了 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被教导 以后只是想说 讲这个就很会起冲突 但是当你从整个圣经 和整个世界观来谈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有条理的 而且很逻辑的 而且当我们有这样的 很清楚的阐述的时候 其实非基督徒跟基督徒 都能够很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其实真理是可以越变越明的 我们就是要装备 怎么去谈这些事情 那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神学只谈圣经 圣经圣经圣经 我们不晓得怎么通达实物 那世界观的课程 就是在帮助我们 要去通达实物 那怎么把真理 不变的真理 跟这变化万千的世界 连结起来 而且不牺牲真理 那我真的就是很兴奋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当时我跟Chuck Olsen这样的学习 那其实你看到他的书 你自己就会得到很多的帮助了 当越多的牧者神学生 受到这样的装备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气候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宣讲真理的时候 是带有神的权柄 但是也带有爱 来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 我相信这样的会更多人能够接受 或者能够知道 你虽然不赞同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立场 我觉得你今天还有讲到一个数据 是我非常非常震惊的 而且觉得说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 如果小孩先到教会 全家去教会的比例3.5% 妈妈先去全家会就去了22% 但是如果爸爸去教会 全家会去的比例93% 就是看到说父亲是有很重大的影响力的 对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教会里面 就特别缺弟兄 我不知道你们纽约那边是不是这样 到处都是这样 我们说这个教会是弟兄是量少只有差 其实整个世代都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撒旦的计谋 撒旦很懂圣经 我常常说撒旦如果要考SAT考圣经的 一定蛮笨 但他不是为了遵从神的话 他是为了来敌对神的话 你就也可以看到 因为这种女权主义整个这些影响 现在的男生很少有男子气态的 所以他就没办法来成家立业影响 那你更不要说要当爸爸 你知道我最近有一个姐妹跟我讲 她是专门在做回宣的 她说在这个纽约的地下铁 都是回教徒的征婚的APP 他们用婚姻来做宣教 因为现在很多人很多女孩子都会嫁给回教徒 因为只有回教徒还很man 其实我好几年前我就看到这个这样的报道 很多白人的基督徒的女孩子都嫁给回教徒 因为女孩子还是会被那种很男性气态的人吸引 对 但是你看到今天这个世代 很多男孩子都被这个文化给影响了 他们就妈宝的 或是说变成没有男子气态 那反而回教的这些家庭 他们不受西方这种影响 他们还很男子气态 这是只有这样的报道的 所以很多女孩子都被 都去嫁给回教徒 他一嫁他就被回教徒 那他们是很特意的在这样 连地铁的广告都是这些 Want a real man Marry a Muslim We have beer We never shave it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现在的基督的基督徒的男生 这么没有男子气态 然后为什么教会没办法 教育出有男子气态的男人 其实是这整套的 世界观其实就是整个文化在影响 那因为我们不谈这些文化的事情 我们只谈所谓传福音信耶稣 然后在教会里面敬拜 这些做这些活动 当然不是说这不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只局限在那里 我们就效法世界 甚至说你们不要被效法这个世界 其实那个是don't be conform 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用尽千方百计 要让我们跟他一样 要塑造那个形象 那因为这个世界 这些世界观起来都是敌对神的 那你当然就变成塑造那个样子 我特别我在服事年轻人 我就看到这个 这些孩子特别男生 没办法去交女朋友 没办法成家 你今天看到这些 因为我有四个女儿 现在只有一个结婚 然后我也要担心这个事情 你就要看到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些很多女孩子 找不到可以结婚的对象 那我们就最说 教会不能只是单单说注重 我们传福音圣经这个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们要看怎么活 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来 要我们下法 那我们要怎么样用圣经的世界观 来回应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 其实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 我以前不想要去教会 很大一部分就是教会的男生太娘炮 那我自己读了圣经之后 我看了耶稣的行为 还有我看到整本圣经里面 每一个先知他们死都不怕 然后充满勇气各方面 我就觉得说 嘿这本书怎么可以 怎么可能会教养出这些男生 这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读了一本书 The Manliness of Christ 那这本书就讲到说 耶稣是非常有勇气的 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说走我们去耶路撒冷 我是直接来面对的 然后我看到拍了在我前面 我不怕各方面的 现在基本上很多男生都缺乏 甚至很多牧者都缺乏 因为这个世界在特别说 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就被拿掉 就被削弱掉 特别我也在牧会的时候 通常都是妈妈带着男生 单亲妈妈带着男生来我们教会的 所以我最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爸爸了 当没有爸爸以后 这个世界就在塑造他们了 所以2016年第一次 我有机会在外面讲这些家庭的事情之后 我就讲拯救男孩 我就看到这个男孩子的危机 那其实很多非基督的书都看到这个问题 我就常发现很多非基督 其实他们都写了很多这些社会的危机的事情 就只有教会好像觉得 我们什么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就是已经在影响了 那时候我就常常带着这些男生 去看战争的电影 不是去看暴力的事情 而是要让他们知道说 男生是要为国牺牲 为别人牺牲的 要建立这样男子的气坛 特别因为我在台湾是当过兵来的 所以我很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要给男孩子 要这样的男子气坛 才能够为家庭舍己 你看我们说 先生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 那你自己都顾不了 自己都不行 你如何去舍己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我也发现牧师特别喜欢看电影 因为前上午我们不是有 你在讲的时候就会放那个电影片段吗 节选的非常好 而且很感人很激励 然后当时他坐我旁边 我跟他说 牧师好像很喜欢看电影 而且是战争电影 对战争电影都是那种打仗的 而且是真实的 都是真实的故事 比方那种就是什么 编的吗 我就是看真实的故事的 我觉得你在从战争电影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男生的discipline 然后self sacrifice 然后他们的 Obedience in some way 然后各方面就是 他是一个训练男人的一个方式 很抱歉 可能我们未来的战争电影 不会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的那个 Navy开始有这个变专皇后 在里面跳舞 你可能以后变成好后拿个墙 然后这样 所以很可悲的事情 那你看所有的国家都在面临扫子化 这都是必然的结果 那你觉得各式各样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 教会要怎么变得更有勇气来去传达这些事情 这也是我觉得 我们希望我想借着崔浩子之后来更多帮助教会 帮助教会领袖 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事情 那今天我们今天有这个会 我真的是得到非常的激励 因为看到是神自己也在工作 今天有这么多的主任牧师 而且带着他们的同工一起 而且还回应这些事情 我相信这一波南加占了很大的位分 这个今天是我们 这个你要说地震这里 今天有很大的地震 那个地震就会开始 地震波就会开始从南加来传出去了 所以当更多的牧手在那看见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更多来帮助弟兄姐妹 看到这个事情 而且装备弟兄姐妹 因为今天其实教会是最后一道防线 你所有的领域 我们特别讲这些730领域都已经沦陷了 今天教会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如果我们今天再不把握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那我们真的这是全军覆没了 或是就是等到都underground church去了 今天我们在美国还有这样一点机会的时候 真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恩典的时间 我们如果看到更多的牧者 特别是说今天从南加这些我相信会影响到更多的地方 我7月July 4时的时候 也会在中西部的一个教会的联合退休会来吹号来分享 我相信神也在工作也在开路 当更多的教会回应看到集结 装备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excited 因为我们都还没打 现在只是在集结部队而已 当我们集结起来反攻的时候 其实是神在等到的百姓出手 我觉得你其实每次来 然后你每次的信息 包括我们每次讲出来的东西 我们真的都是在喊说broken arrow 我们就是觉得说我们需要聚集起来 这样的做法是有帮助的 而且是有用的 你看Budlight就知道 当就是broken arrow喊出来了之后 大家就开始抵制那间啤酒公司 broken arrow喊出来之后 大家就开始抵制Target 这个样子是有用的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 然后还有我们的方式 还有和平的来去跟左派抵抗 来去跟这个样子的世代抵抗 然后而且我们有义务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是集中土 那正是如果要是说 现在有一些牧者还在纠结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的时候像在家教育这个事 好像很简单的一个事 你听起来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 对吧 哪怕你不了解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人会有抵抗的情绪 那或者是有一些家长 他们也正在考虑说 我真的要这样做吗 你有没有什么话对他们讲 我其实因为我从我们二十几年前 都是做在家教育 我也大家可以了解一些教会的一些 为什么有这样的回应 就是说可能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使命 就是传福音传福音 那大家会有个错误的观念说 你就在家里你就不传福音了 你反而就从世界退缩出来了 那其实呢 这是就像好像在八年抗战的时候 这是一种以退为进 你一定要先保留你自己的军队 你才能够反攻 当你如果连自己的军队都没办法存留的时候 那你根本没办法反攻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当我们的孩子还没办法成为军队的时候 就被敌人给消灭掉了 就会说被训练变成敌人的军队了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先保留 训练我们自己的军队 特别今天我们的学校的教育 你可以看到我们孩子训练出来的结果 我们一定要先从教育来着手 不管你是在家教育 或是基督教教育 如果我们今天不谈教育 你真的只是 你真的只是在敌人的这个 这个mercy底下了 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从教育来着手 当我们自己训练次女的尊敌以后 那个我们就能够来影响更多的领域 能够更好的来传福音 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教会能够看到 这样的一个在家教育 不是要不管这些教会 不管别人生死 这也是我常常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我来吹号做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为了教会的未来 在家教育如果没有跟神国国联接 那样的在家教育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神国 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只是一个方式一个过程 能够更多训练好我们自己的军队 能够让全家更多来领会到神的祝福 当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多来影响我们的社会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观众 他们是在台湾的 他们是在中国大陆的 然后他们没有像美国这个样子的 在家教育的资源 请问你有这样的资源吗 你有这个样子的这个 我们其实感谢现在是透过网路 那其实只要你能够上网了就有很多 那我知道就是因为要管理你没有办法上油管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讲都是用Zoom的 我们6月10号 有一整天就是我们会办一年一度的在家教育大会 我们会有主题的信息就是宣教下一代 我们常常讲宣教宣教是远方的这个 但是我们要看到下一代是最重要 也是最被忽略的宣教工厂 你不要派人去远方就在我们自己家中 在自己的地方18年的时间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良率提高百分之多一点 可能他教会晚上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要扣教会的宣教也是下一代 那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讲座 都是在家教育的家长们 他们分享他们的实际的经验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的分享 盼望大家可以来报名参加 那我们有一整天 那这种也是一个集结 什么事情呢 其实一集结起来那个力量就大了 我们要看到他也这样做 他也这样做 你不是孤单的 那其实感谢主 我在成立这个施工以后 很多是国内的在家教育的家庭 我自己很surprise 你们可以做在家教育 你们可以生三个孩子 我跟你讲 很多这样的家庭 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以后 我尽我所能的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同工能力来帮助 但现在我能力有限 还是已经以北美的为止 那其实也有台湾的 我10月会回去台湾 我们也准备在台湾办一些讲座 那我相信这个是 这个世代的需要 我们也感谢 我知道AI News 还有很多媒体也偷开始 在讲这个在家教育 其实我只是我们集中的一个 大家更多这样的努力帮助 我相信这个一起来做的时候 这个影响力就越来越大 是好 那非常感谢政务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而且我也发现 大家如果还没有上过政务师的课 大家一定要去抓紧时间上 因为不管是哪一个系列 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听 而且如果你是牧者的话 你就想说 基本我圣经已经读了十好几遍 二十几遍了 我做牧者这么多年 但是你会发现 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 真的非常非常棒 今天上午我们去听 我就整个人就 好系统的分享 那当然今天只是小小的一部分 因为实在是内容太多了 在几个小时之内 大概也就是给大家能做一个 summary 这个样子 如果大家要是想要系统的去学习 证牧师你的网站 我们就打在屏幕上好不好 好的 没有问题 好 那大家要是有任何的资源 大家也可以去YouTube搜索 证牧师有自己的频道 叫做吹号者 那上面也有课程 可以让大家来学习 或者大家可以登录到网站 可以找到更多你需要的 这样一个资讯 真的非常感谢证牧师 你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而且你非常有勇气 愿意承接神给你的这样一个护照 而且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时代 非常非常需要的 而且你的出现 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 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不是异类 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好像没有领受错呼召 对 真的 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吹号者 而且你刚刚讲这个东西 我其实是非常有感触 因为左派他们就是这样 一开始他们同性恋是很害怕的 一开始黑人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的变性人是很害怕的 然后他们说什么 你们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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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他们聚集起来了 现在他们在外面打商店砸玻璃 随便抢别人的东西 他们都不怕 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做到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要有勇气 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聚集之前 我们就放弃 然后就说 这个东西不可能 儿孙自由 儿孙福 好啦 我帮他们祷告就好了 帮他们祷告 然后没有任何行动 是最能把自己的小孩 不仅是推给左派 甚至让他完全放弃 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方法 因为他们会看到你 他们看到你自己的父母说 基督徒就是那个样子 只祷告 什么都不做 凡事交托神 交托了之后 就放掉了 所以我觉得你的出现 还有你的行为 你真的去开课 然后你真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真的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就是在吹号角 然后就是在把我们的base弄起来 你跑到这边 跑到这边 全美国到处跑 就只是为了神的国度而已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激励跟勇气的一个 大家必须努力 表示说我们都是读一本圣经 同感也胜 那其实我会到处跑 也是因为有教会邀请 是 我因为这样 其实我让大家知道 我到处跑 只是给大家一个 勉励一个鼓励 很多教会牧者 其实有看见 不要怪罪你们教会 我常常说 这个你听到 你上罗课 一定要更爱你的牧者 更爱你的教会 因为牧师实在不容易 他们要做很多事情 我常说 你们的牧师 是你们的家庭医生 生脑病死都要管 我现在是专科医生 我只管这个 你要来问我其他的事情 我说你去找你的家庭 我没有时间管你这么多 大家都是一起为神国努力 你们的出现 其实对我 对大家都很鼓励 其实大家就是这样 今天如果基督徒 一起来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力量是很大的 对 所以哥哥教会 如果要是想要看到说 我也好希望 政务师来到我们教会 是不是 赶快跟政务师来预约 政务师真的非常忙 整个人全美到处飞 而且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我相信 你到的地方 就是吹号 就是点火 而且真的让大家的心里 得到非常非常多的鼓励 而且我也相信 是以前光是啃书本 开圣经 但是现在真的是能够 看到圣经 更加广阔的一面 而且真的是 更全面的领受神的 这个福音 到底是什么 如何应用在 我们活在地上的时间 很多时候我们说 活在地上时间 真的太短暂 就像你一样 我们真的看你 这么辛苦 真的是非常辛苦 非常得到鼓励 我想说 活在地上的日子 趁着主回来之前 赶快赶快加紧做工 以后到天上 我们一起领奖赏 阿贝 阿贝 好的 非常感谢 政务师今天来到 我们的中间 如果你要是 喜欢这期节目 或者是你就觉得 哎呀 政务师教导 实在是太棒了 这到底是谁啊 你还没有听过他教导 赶快去他的YouTube 赶快去他的网站上 多听一听 多看看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然后你呢 也能够作为一个 神国的精灵 你去建造你的家庭 你在你的教会里面 你也可以建造你的教会 把这些都建造起来 到时候 建主面的时候 好交账啊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好 那非常感谢 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than 我是蔡浩泽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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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